三年小运当头,三太子保佑,福多才广咸鱼翻身,四大生肖骑营翻身,发家致富。 在面对运程的变化上,许多朋友都显得迫不及待,对于他们来说十年太久,五年太长,而三年似乎刚刚好。 在传统生肖命理上,三年是一个小的转列点,也是一个小运的开始,三年小运到来之时,运程方面将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。 随住丁有年与物虚年的轮转,十二生肖迎来运程上的大洗牌,一些生肖朋友不仅成功转运。 而且迎来三年好运当头,下面,我们一起来谈点,看看哪些生肖将在三太子的保佑下其营翻身,发家致富吧。 生肖马,陷入佳境。 过去的几年中,生肖马运势平平,虽然他们保持乐活的态度,但是付出的努力,只有他们自己更清楚,时常难以与收入成正比,让属马的朋友暗自伤悲。 不过在三年小运到来之后,生肖马获得一马即兴坐镇,财运方面机会多,生活中喜讯攀升,各方面的运程都将渐入佳境,大有由穷转富的势头。 生肖龙,财后运望。 从狗年开始,生肖龙的运程也将顺风顺水,获得连望三年的喜讯,如果说,在过去的一年中生肖龙遭受不少挫折的话,那么在狗年当中,他们将赶走梅运,迎接红运。 除了在物虚年财博大赚之外,生肖龙遭是不老,还能将好运连续三年以上,从而实现职业梦想,还能将名利兼收。 生肖龙,正财稳健。 平时对生财那负兴趣不足的生肖龙,也将从狗年开始,在极星正印的影响下。 只正是自己的前景,为了自己的将来开始打盘,他们不仅成功获得财富上的提升,还将斩获爱情桃花。 信心大增后的生肖龙,在职场上站稳脚跟,还将继续迎来幸运不断的流年,整整三年的好运程,让生肖龙裁员入口袋,爱情桃花纷纷开。 生肖龙,富贵迎门。 属蛇的朋友,本身是善于生财的生肖,只是在运程紊乱的流年中,即使它们也受到太岁的影响。 从而财运走低,其他方面的运程也不尽如意,只不过,相对于其他属相来说,生肖蛇还能借机生财,保持财富上的增长。 梅运一结束,红运正荡头,生肖蛇接下来连续三年运势不俗,它们有福星庇护,财星眷顾,不禁能够在事业上获得新进展,还能在生活中富贵萦绕,福气进门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